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对信徒来说 能够帮助我们去慢慢的品读圣经 慢慢的去读 慢慢的去思考经文所带出的力道跟力量 这是对一般信徒来讲非常重要 它会帮助我们这本书去思考 甚至去想我们平常不会去注意的 因为这本书它会帮助我们如何从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思维方式来看圣经要表达的是什么 它甚至会强调说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或许太习惯了每天的生活 一早起床就开始忙做每一天习惯做的事情 可是透过这本书它会让我们慢下来 慢下来看我们每一天在做什么 对圣经研究 对神学家来说 这本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帮助我们看到神的介入 也就是所谓天启保罗 保罗的思想怎么是注意神如何在每天很普遍 普通的生活里面 他的介入 他的作为 通过这样的两方面 一个是对于一般信徒 一个对于学者来讲 那最后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胸 我们的视野 圣经告诉我们 保守我们的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出来的 当我们的心胸 我们的视野是开阔的 我们看的 我们想的 所谓的退一步海阔天空 那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一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去僵化 什么是去僵化呢 就是帮助我们不要太过习以为常 待在自己的同温层 去看看同温层以外的世界 想法 作为会是怎么样 基于以上的这五点的影响 还有原因 我是非常期待能够跟各位 进一步地来研读 来探讨这本书 在这第二节里面是很快地跟各位来分享 作者他的其他的书 能够如何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剩余的时间 作者是意大利哲学家 他常使用这个尼采跟福寇的一些的 Genealogy的一个Approach 就是他会去追溯一个的概念 一个的观念 一个的实践是如何影响到今天的 所以他会从Linguistics 语言学 Philology 文学 美学等等的领域来探讨这个的话题 那在The Time That Remains 这个剩余的时间里面 他跟其他的一系列的书 特别叫做Homo Sake 他有九本书 那他在2017年的时候 他把这九本书集合在一本书里面 叫做The Onipus Homo Sake 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参考这2017年出版的书 在这里有一本书 小小的一本 是2012年出版的 叫做The Church and the Kingdom 在这本小小的书 在意大利他在面对教会的时候 Argambin提到这一点 彼得前书一章17节 既然你们称那不偏待人 按个人行为 审判人的主为父 就应当存着敬畏的心 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这一点非常重要 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Argambin提醒我们 很多时候基督徒 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 我们是过客 我们把过客 所做的事情 当着是我们 长期住在这里 以至于我们看 我们的眼光 看的 只是现在 而把这个过客 把这个现在 当成永恒 Argambin提醒我们 我们是寄居的 剩余的时间 也在提醒我们 我们是寄居的 好 我们进到第三节 在第三节很快的 让读者知道一下内容的一个浓缩版 毕竟剩余的时间 要读这本书的时候 它的确很浓缩 它不容易读 可是它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 就好像我们在吃东西 在咀嚼 在听一首音乐 或者在欣赏一幅画 值得我们 去欣赏的 我们百读不厌 百听不厌 这本书也是如此 在这里很快的 跟大家来介绍 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面 它主要来自于 哥林多前书 七章二十九节 各位观众 我们会想说 这本书的书名 是在讲解罗马书 没错 可是它很多时间 它在讲解哥林多前书 特别是第七章 在二十九节这里 弟兄姐妹们 保罗这里写道 我是说 时候不多了 从此以后 那有妻子的 要像没有一样 剩余的时间 这个的题目 就是来自于这里 时候不多了 我们翻译中文是这样子 可是在原文的话 它会是讲 时间被缩短了 让时间浓缩了 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本书里面的 一百零五页 阿甘伯 这样子写道 他说 弥赛亚事物 并不是时间的结束 而是结束的时间 在这里 阿甘伯 他写道 让使徒感兴趣的 也就是让保罗感兴趣的 并不是最后的一天 不是时间结束的 那个瞬间 而是使 自身缩短 并开始结束的 那个时间 如果你愿意的话 阿甘伯 继续写道 他就是 保持在时间 以及他的结束之间 的时间 各位观众 听起来有点绕口 而是保罗 在这里 他要强调的是 很多时候 我们忽略了 弥赛亚 我们经常翻译成基督 以至于我们把基督 当成是一个 专有名词 而是保罗讲的 他不是专有名词 他是弥赛亚 他是 在西伯来文 他要强调的是 神的介入 神的作为 当神的介入 神的作为 那个时间的时候 他往往 阿甘伯 这里继续写道 是一种残留物 在105页 一种残留 什么意思是一种残留 他是剩下的 在这里 阿甘伯 不断地提醒我们 他不是树木制 的剩下 他之所以剩下 是因为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体质 我们的价值 没有办法 接纳 以至于他 被排除 以至于他 变成残留物 以至于神的作为 没有办法 被我们接纳 注意到 所以他变成残留 他变成 Leftover 所以阿甘伯 在这里提到 剩余的时间 也就是弥赛亚的 一个事件 在105页 他写到 是在两种时间之间 存留的时间 在那个时间 时间的划分 被划分了 时间的划分 被分割了 他不管是被一种 弥赛亚的修指 还是被一种的 A palace card 划分 我们待会 在下一节 我们会更加清楚 这个划分 A palace card 是怎么样一回事 同样的 在112页 阿甘伯写到 弥赛亚时间 就是时间 用来达到 某种终结的 那种时间 这样的一个时间 是我们用来 恢复某种的终结 获得我们 对时间的表象的 那种时间 这并不是 所谓的 Chronos 就是1秒钟 2秒钟 3秒钟 这样的一个 编年时间的 那种时间 它也不是 终结时间的 那个瞬间 它也不是 从编年时间上 摘取下来的 一段的时间 那它是一个 怎么样的时间呢 它是破路 插入 编年时间中的 在编年时间 Chronos 就是1秒钟 我们每天的 今天 明天 这1分钟 那1分钟 这1个小时 那1个小时 在这样的一个 直线的时间观里面 它插入了 并且在这样的 一个的运转 的内部里面 对它进行 转化的 一种的操作性的 时间 阿甘贝恩在这里 写道 它是我们 使时间终结 所需的 那种时间 它是被留给 我们的 那种时间 在115页 阿甘贝恩也提到 弥赛亚的世界 它不是 另一个世界 这对基督徒来说 非常重要 弥赛亚的世界 是世俗世界 本身 它只是有一些 微调 有一点细腻 的差异 但这种细微的 差异 完全是一种 决定性的 差异 在这里 我们按照 阿甘贝恩 他开始告诉我们 这本书 它就是按照 罗马书 一章一节 总共有十个字 他按照这个十个字 他把它安排成 七天 来讲解 这里面是什么意思 我们中文翻译是 基督耶稣的仆人 保罗 蒙昭为使徒 奉派传神的福音 我念的是 和和本 2010的版本 在希腊文 它是这样的 Paulus doulos Christus 耶稣 Klektos Apostolos Aphorimennos 听起来很多的 希腊文 可是这里面 他的词汇 都有很大的意义 我们来看 他的第一天 他的第一天 是提到 基督耶稣的仆人 很多时候 我们翻译成仆人 蛮好听的 蛮客气 可是在当时的社会 他就是奴隶 奴隶也就是财产 奴隶也就是 不是人 因为是属于主人的 所以保罗在 罗马书一章一节 用了这十个字 而阿甘伯恩认为 这十个字 这样的一个的开始 就讲了整十六章 罗马书要讲的 单单从这十个字开始 阿甘伯恩要表达什么呢 他讲 看我们的中文翻译 通常我们会翻译成 蒙昭为使徒 可是蒙昭这个字 Klektos 它是刚好 这十个字里面的中间 他也可以翻译成 蒙昭为奴隶 我们往往会以为 蒙昭为使徒 的翻译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不太想到 蒙昭为奴隶 可是对保罗来讲 假如他的主是基督耶稣的话 那主是基督耶稣 被蒙昭为奴隶 会不会更恰当呢 在希腊文的这十个字里面 在罗马书的一章一节 我们或许会以为 阿甘伯恩就单凭这十个希腊文的字 就来讲解罗马书 他不会是这样 我们会看到整本书里面 他会用到不同 从整个的西伯来圣经 旧约一直到新约 他会跟哲学 跟语言学 跟历史 跟文学理论 跟文化等等来对话 这是这本书里面我们会看到的 圣余的时间呢 从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九节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题目的来源 在这里 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九节 弟兄姐妹们 保罗写道 我是说 时候不多了 从此以后 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一样 哀哭的不像再哀哭 快乐的不像再快乐 购买的像一无所得 享受这世界的 不像再享受这世界 因为这世界的局面将要过去了 我们的中文翻译 我们看不到 阿甘伯要强调的希腊文 这个词汇 Hos me Hos 像 没 否定 像没有 所以他提到 那有妻子的 像没有妻子 哀哭的 像没有再哀哭 快乐的 像没有再 快乐 这样的一个的Hos me 我们可以翻译成 像没有 或是不像 他要表达什么呢 他没有要否定 有妻子的 他要强调的是 我们是寄居的 我们是短暂的 有妻子 快乐 哀哭 购买的 使用这世界的 我们都是以世界既有的价值观 世界既有的制度 来明白 有妻子 快乐 哀哭 使用 享受 这些的等等的实践跟观念 保罗要讲的是 我们没有办法 不按照这些的制度 价值观 可是 不要僵化 不要把它当成 就是如此 所以 要有妻子 可是要像没有 要哀哭 按照社会告诉我们的 碰到这种事情 就会哀哭 碰到那样子的事情 就会快乐 可是不要以为 就是如此而已 所以在53页 阿甘彬写道 在通过不可像 Hosmet 将每一种事物 推向其自身的过程中 因为像有妻子 讲了这句话过后 我要回过头 像没有妻子 像购买 我要回过头 像没有购买 所以在通过这样子 不可像 将每一件事物 推向其自身的过程中 弥赛亚事物 The Messianic 并不是简单的 取消了这个形象 而是使它过去 为它的终结来做准备 这并不是另一个形象 或者另一个世界 它是这个世界的 形象的过去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保罗的不可像 Hosmet 阿甘彬写道 这样的一个Hosmet 它有一点像天启色彩 那什么是天启色彩呢 天启 Apocalypse Apocalypse 就是所谓的 结式 结路 我们今天的启示录 这样的翻译 就是希腊文的Apocalypse 天启 把它结开来 东西盖着 把它结开来 这样的一个天启 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让我们看到神的介入 神的作为 所以Hosmet 不可像 我们习惯都是这样子 可是阿甘彬 他认为保罗要告诉我们的 这样子想没有错 我们没有办法不这样子想 可是注意 他不一定就是要这样子 特别是在神的介入 天启的世界里面 同样的事情 各位观众 他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你的心 你的眼 如何想 如何看 事情会因此不一样 这一集呢 我们很快的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会导读这本书 它对日常生活 信仰的影响 对神学 圣经研究方面的影响 会是什么 在这一集 我们也很快的介绍了作者 以及他的Homo Sake的系列 对圣余的时间这本书的帮助 我们也很快的讨论了书的内容 特别是提到Hosmet 在哥林多前书七章 如何能够反映出弥赛亚的事件 如何能够反映出圣余的时间 在提醒着信徒 日常生活 神会是怎么样的介入 神会是怎么样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两集 我们会进一步的来分享 来导读 《圣余的时间》里的七章 那我们下一集见 《圣余的时间》里的事件